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港人节假日是更愿意到深圳去消费了呢 另外一方面来港的内地旅客数字远不如北上港人 那么这背后究竟反映了什么 今天我们非常高兴连先到了国际资本市场协会亚太区总监张舍荣先生 一起来分享一下他的观点 Riko 你好 早 我们先看到最近有两则新闻引起了大家的关注 我们先来消化一下 一个是上周的时候每次大新的超市Costco 中国华南首店是在深圳正式开幕 吸引了不少港人钱去扫货 开业的前两天 经统计说这个经不同口岸到内地的人次是超过了50万 另外一则消息是新鸿基地产旗下的一天百货 沙田旗舰店以及大部分店将于农历新年后来缩减规模 部分的专柜将是正式结业 这两则消息对比下来是反映了两地经济现状的不同 您觉得您会如何来解读港人北上消费潮这个话题呢 是的 这个话题确实在最近比较热 那我们还是从看一看数据开始 根据香港入境处的最新数据 2023年全年香港居民大概约有5300万人次北上 那么超过4000万其实是跟陆路的深港口岸出境的 那么到内地这个香港居民的人次呢 其实已经恢复并且超过了2018年的水平 那与此同时呢 就是2023年访港的内地游客大概在2600万人次 相比2018年的6500万和2019年的5500万 几乎腰斩都不止 那所以北上这个数量原来是跟南下的数量是相弱的 那现在这个差距其实是非常非常大 那有可能大家觉得说比较关注 再加上说香港经济是否有这个疑问 那确实就成了一个关注点 那么看看这个北上消费这个情况 那么全面通关之后呢 长假期大批港人外游或者北上呢 已经成为一个趋势 那么在刚刚结束的圣战长假里面呢 大概有一百多万人次的港人出境 那90%也是去内地或者澳门 根据有一些媒体的调查 大概平均每个人消费大概在千元左右 那么在这里面项目当中呢 首选是餐饮 其次是购物和娱乐 再次呢是观光 那么有可能在所有的因素里面 价格主导了这个里面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成分 就是它相对来说价格比较低廉 其次呢就是它商品种类的多样化 包括它的购物体验有新鲜感 服务也比较好 那最后才是说我去真的是旅游 看一看这个文化方面的事情 那么当中可以看到就价格主导了北上的这个习惯的一个主因 那其实人均一千元在香港消费水平来说并不算多 但在内地大家知道就有可能几百元已经吃得非常好了 那么所以在内地包括深圳一线城市来说已算是一个高消费 所以花费更少能够得到更多 这其实本质上来说也无可厚非 特别是说以餐饮为例 大概国内现在一线城市的价格是在同级别的里面 大概是香港的一半 那么这其实本质上我们可以俗称叫消费套利 这个其实是非常正常的 再来呢就是它的产品的一个多样性 那确实现在国内发展很快 有很多新的东西 包括国外包括香港是没有的 那么我们现在港人去的比较多的 比如说大商场 它以吃喝玩乐样样俱全 满足到整个我们以家庭为单位的 这些客人组的不同的需要 小孩有小孩这些玩的设施 大人比如说女性这种美甲 再到比如说按摩 比如说到剧院 有可能有一些新的一些体验 新的一些设施的体验 包括室内的这种滑雪场 有一些什么空中漂浮 小卡丁车 有可能我作为大人 我觉得都有一定的性力 那我们看如果类似于这种室内的游乐场为例 我们其实大多在南方这里是还是比较闷热的天气下 它比这些户外的主题公园 那自然就有优势 那所以确实以深圳为代表的这些国内的大城市 它是走在前面了 这有可能从价格和它的这个新鲜度和它的多样性来说 现在是国内主打的一个一个一个优势 那么你说如果从负面来说 原来我们觉得说有可能它的安全性 包括它的游乐设施的安全性 它的食品的安全性 部分港人会有顾虑 但现在呢 其实第一是这方面的质量有很大的一个改善 特别在过去几年 大家重视这方面的这个问题 第二呢 就是我们其实大部分的日常的生鲜的食品 都是从大陆进口的 那么从这个意义上说 很多人会觉得与香港并无二致 所以这个价格的因素就突出出来了 但其实正如刚才提到的 就是说这个价格的差距一直是有的 所以在疫情前 或者说我们更远了 看在十几二十年前 这个价格的差距其实更明显 那当时只不过说 未必所有人群都受弱 那么有一些注重质量的人觉得说 香港的质量远远高于内地的 所以它会留在香港消费 而对于去深圳的真的去的人呢 当时就觉得说 这个我在这个预期之内差一点就差一点了 那所以所谓有句广东话 就各花入各眼 那大家有各种喜好 对吧 那现在讨论热度之所以这么高涨 主要原因是 它的从一个整个的消费体验 服务水平的提升 再到它的质量都已经提升了很多 那么这其实落到了什么呢 就是叫到性价比这个点上 内地的性价比 现在跟香港比 包括它的服务的细致性 它的创意其实都不输给你了 那么它的性价比一旦提升了 它就会吸引不同的客群来 那这个方面 香港就有可能确实是感到的紧张 所以是为什么说 我们现在这个人员的这个往来的差距 反应也这么明显 那么我们现在来剖析一下 有可能对于香港可以借鉴的地方 那首先价格 其实在拼价格方面 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因为香港几乎不可能 你再怎么拉低价格也低不过深圳 这其实本质上是地价的原罪 就同样道理 比如说深圳它的消费 一定比二三线城市的要贵 那么现在你去 在价格方面做一些文章 其实完全没有必要 第二呢 你去找地方 那么现在从香港的一个 我们来找地这一方面 你多数肯定是新界了 那新界其实已经非常接近深圳 那也没有必要 那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呢 这个消费套利来说 香港是没有优势的 那么这方面其实基本上可以忽略 但是呢 在第二个层面 就是它的多样性 它的体验层面 那其实有可能都可以借鉴了 因为在国内 确实是它是统一在境内 所以它互相之间的流动 包括这个网购的兴起 加速的这个趋势 就是一个地方如果有一个新东西 它肯定在其他地方 很快就会铺开 那我们香港毕竟是在境外 所以它没有跟境内的融合度 肯定不足够 所以呢 在这方面就滞后了 那么这里面就是说 我们还是要拓宽视野 然后去多多考察 有一些好的东西 特别是引入一些竞争 那现在政府 它是着重有一些科创企业 或者说世界的500强 吸引这些企业进驻香港 对吧 那我们在消费这个层面 同样可以引入更多的竞争 那比如说超市 我们可以引入一些品牌 刚才提到的 比如说Costco 三姆 或者说国内的 现在做得很好的 比如说是和马申先 类似这些 不管是中国的 还是国际的品牌 用同样的招商力度 去吸引他们来 那现在来说 我看到最近 有可能洗茶也会进驻中环 这都是可洗的 这方面应该着力 就是更大吸引这些品牌进来 特别是现在我们本地地产方面 其实租金地价的下降 其实是一个好的时机 所以政府应该大胆地去拓展 这方面的企业进驻香港 那么第二就是它的服务 因为这服务来说 是代表它整个旅游体验的 很重要的一个 那么这本来是香港的一个长处 但现在往往被诟病 比如说有一些突出的地方 比如说地市 比如说一些茶餐厅 屡屡被点名 那么昨天刚刚新闻说 这个地市四季 这个积分制度的这个实施 有可能确实一个好的兆头 来扭转这一个局面 这里面当然就是也适当 可以引入更多的这个竞争 比如说现在国内有这个 三车快车 对吧 国际上有这个Uber 我们香港因为在法律框架下 未必能做到 但实际上这个在这方面 是否适当地引入一些竞争 能够促使整个的这个业态 能够有一个扭转 当然我们现在说的 包括从这个体验服务各方面 我们是我们着重于本地人群 我们怎么样留住它来消费 对吧 那我们还要谈 怎么来吸引这些游客 这是两个两个层面的事情 那么我们南下的游客 我们来看人口 人数相对来说少呢 一个总的一个大环境里面的 是一个经济不太景气 我们所说的消费降级 在网络上充斥就说 好像要鼓励消费 但是现在就是说 不是说现在我不想消费 是我没钱消费 那么整个我们看 虽然国内的旅游疫情之后 其实恢复的还是比较好的 但是它的人均消费也是下降的 所以它是一个大环境造成的 那么现在你比如说 元旦这个除夕烟火 很多的这个深圳来的这个游客 睡大街都上了新闻 那本质上说 如果我真的有钱 我当人就舒舒服服住一个酒店了 为什么他敢这样回去 哪怕还这个通宵 通宵睡大街 一直到这个凌晨才能回去 那本质上说 确实就是说 整个的这个在 大环境的一个经济不景气造成 大家不愿意这个花钱 那所以也不需要过度解读 那我们在政策里面 我们看怎么来吸引游客 这里面第一是守访客 就从来没来过香港的 那么所以现在政府说 我开放更多的审视自由行 那肯定是一个思路 因为香港本身 它的吸引力是不容置疑的 特别在我们内地里面 从一个文化上 这归功于香港的流行文化 非常发达 所以过去 不管是它的电影电视 它的这个娱乐 各方面都是领先的 那很多人会注重这方面的 这个这个优势 对于很多内地的人来说 是有一定的这个吸引力 想来看一看 那所以开放更多的审视来自由行 那肯定是这个对的一个方向 那第二呢 当中就是回头客 那回头客里面呢 有两个 一个呢就是说 它是商务游客 一个是它真的是 再来 再次来旅游的 那商务客就是 要到这个经济的活跃度了 那政府是不是能够吸引更多的 比较重量级的 比如说国际会议啊 会展啊 来在香港搞 那必然会吸引更多的这个商务客 再来我们整个 比如说金融市场 各方面它的活跃度 使得说我们在商务客里面 有更多的这个吸引 第二当然就是游客 那游客呢 就是如果说 我们今天看 对于国内游客来讲 它无非就是一个比较优势 就是基本上 你如果做一些特别中国化的东西 有可能对它吸引不到 有可能它是一个国际化的 或者说有香港特色的东西 那里面有可以 比如说有一些 国内看不到的文化演出啊 体育比赛啊 包括一些 其他的一些 有城市特色的一些深度有 让它体现到这个 它在国内体验不到的东西 那包括说 比如说你吸引一些国际的品牌 这些品牌没有落户到国内 它在国内是买不到的 那有可能它在香港的这个购物 也就有一个比较优势 再来说 比如说它有的 那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的香港故宫博物馆 那从一定意义上说 那你去北京看不就完了吗 但实际上为什么来香港呢 这有些人会反映说 第一 它的产品的布局会比较好 所以它的体验感觉好 那这个就是也是一个 这个这个这个比较优势 那包括说它的人流管理 所以它不会特别的拥挤 所以有些人来香港 看故宫博物馆 都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体验 这就是一个比较优势 那再接下来就是你要怎么来吸引国际上的一些游客 那早先的来说这种机票活动 其实是吸引眼球的 它可以做到这个客源的多元化 那希望香港也多多推荐 因为在城市魅力方面国际上香港也是知名的 那你应该方言国际 那特别着重 比如说我们现在着力开发中东市场 包括我们在亚洲短途的这些市场 那应该好好的利用来做更多的这个推荐 但是我自己觉得有唯一一个担心 就是香港的接待能力 因为在疫情的影响下 有很多的包括我们的航运 酒店 导游 司机 餐饮都有不同的流失 那怎么样吸引这些人回来 或者说有新人入行 提升香港的接待能力 有可能在接下来近期这一两年 确实是一个挑战 好的 非常感谢张可荣先生 今天帮帮我们系统的分析了一下 这个港人北上消费背后的一些逻辑观景 以及未来的一些发展方向 非常感谢您的点评 好 这一时段的财经点评 也就先到这里了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再会